谢娜之后,谁会是芒果新一姐?吴小花开始发力,但都不如一个新人。原本属于快乐大本营的周六晚间黄金档,已经被新节目你好星期六占据。随着何炯继续担任主持人,快乐家族另外四位的工作问题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谢娜和吴欣以嘉宾的身份在湖南卫视2022年跨年晚会上亮相,而李维加和杜海涛甚至都没有参加。因此,他们被传将离开。 但不久后疑似湖南卫视工作人员进行辟谣,说快乐家族所有成员目前都没离开台里,只不过暂时不合体而已。 谢娜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很多工作安排,未来两三年内,一姐的地位可能保不住了。那么,现有的主要女主持人中,谁会成为新一姐呢? 无疑就是芒国吴小花了,分别是沈梦辰、梁田、晋梦佳、刘夜和李莎名字。 其中沈梦辰、梁田、晋梦佳、刘夜组成的四小花,曾是天天向上的重要常驻,提升了不少看点。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中,李莎名字也加入了主持团阵容,和天天四小花一起被外界称呼为芒国吴小花。 湖南卫视的女主持人阵容,正在经历十多年来的大洗牌。 总体来看,芒国吴小花在2022年都开始发力了。 但至于谁会领先谁会落后,目前不好判断,毕竟各有优势。